大家好,欢迎观看《读书片刻》,我姓林。 出生的时候,爸爸一看是个女儿,乖男男娇娇宝贝地喊着,说孩子以后就叫娇娇吧。 不行,我妈说,是个女孩,那更要有气魄气场,光有柔美可不够。 林娇娇,我的名字就这样诞生了。 前一个娇,希望我夜不窈窕,仙气飘飘。 后一个娇,希望我拔山盖世,一带天娇,拾得弯公社打雕。 这样极端的气质,造就了我极端的性格。 乍看文文弱弱,脾气上来,三天之内骨灰都给你羊了。 朋友形容这种撕裂感,文如罗密欧语呼壁裂,舞如林黛玉倒拔垂扬柳。 听听这还像话吗? 我一边哭,一边吃了两碗羊肉板面。 我出生后没多久,爸爸就因疾病撒手人寰。 从我记事起,就经常看见妈妈一个人坐在阳台上,精心地料理家里的银杏。 这银杏是爸爸生前最真爱的盆栽。 妈妈常对我说,娇娇啊,咱们的生活就像这盆银杏一样。 我知道妈妈是什么意思。 美好的生活是两人共同构造的,妈妈也希望我尽快找到自己的幸福,成家,弥补她和爸爸离别的遗憾。 所幸,在这方面,我一直不发愁。 我与男友王有志已交往三年。 她身材高大,面容周正,对我也是体贴入微。 特别是,她出身农村。 如今在大城市有着稳定的工作,这需要付出比我这种城里孩子多好几倍的努力。 单凭这一点,就让我发自内心的敬佩。 她就是值得我托付一生的男人。 如今,我们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所以我决定,在今年的春节,和男友一起回一趟她的老家,见见未来的公公婆婆。 出发前,男友表现出了分外的殷勤,一会给我喂鲜切水果,一会对我甜言蜜语。 媳妇,一会到了咱家,你可得把面子给足了我呀。 我享受着她的按摩捏肩,比了个OK的手势。 不是我吹,我红旗长辈确实是一套一套的。 而且单看外表,我也确实是老一辈喜欢的那种文静温柔型。 我看着为我忙前忙后的男友,心里甜思思的。 小样,不就是哄爹妈开心吗? 再说了,以后我们又不和公婆一起过日子,好婚姻就是要李子不要面子的。 事后回想起来,我真想给自己如花似玉的脸抽上俩大逼豆。 车开到村口,远远的,就看到一群人在前方等着。 男友刻意减缓了速度,阳光底下,亮白的车外壳要要闪光,毫不气派。 这车是年前我发了奖金,再加上之前的积蓄全款拿下的。 男友当时还稍有微词,觉得我花钱不该如此没计划。 如今,看着他接受着乡亲们或赞叹或艳羡的目光, 好像一只刚换完毛就得意的翘尾巴的狗。 我心里,呵,男人。 车在一户人家,门口停下。 下了车,我笑容中略带羞涩,悄悄抬眼打量一下来人。 来人皆穿着厚实的大袄。 公公胖,婆婆瘦,俩人长相质朴。 一个跟男友七八分相的男人,身后的女人精干麻利, 手中抱着个虎头虎脑的小孩,这估计就是大哥大嫂一家。 人群里唯一一件羽绒服,穿在年轻的小姑的身上。 为了臭眉只穿了件大衣的我,被这么一笔,宛如掉进老鹰堆里的小鞍唇。 我拿出小鞍唇的神色,带着讨好的笑容,可怜可爱地挽着男友,等待着与公婆的第一次对话。 这车全下来得多少钱,这问的是啥? 男友谦虚地撅着狗钉,也就五十来万吧。 没啥,是没啥呀,捏马有一分是你掏的吗? 公公面露不悦,怎么挑了个这个颜色? 小里小气,还是黑色好,这颜色能震宅。 看你二叔给他家弄的车,又耐脏又大方,我,我买车的地方和你家相距三百里地,这要是能把你家镇上,那您夜里翻个身都属于和我婆婆异地恋。 男友,这车呀,是娇娇挑的,女娃嘛,就喜欢鲜亮点的,我,这会你想起我来了。 我一边努力维持面部表情,一边手上暗暗发力,确保我的炫彩水晶,美甲,能够全方位无死角地扎进男友的肉里。 叔叔,你说得都对,是我们这些做晚辈的年纪轻轻,考虑得不周全,我一边道歉,一边做渲染玉气状。 只是我从小就有一个美丽的梦想,觉得我的一中人会骑着一匹雪白的骏马,前来接我。 当时试车时,您的儿子就宛如骁勇善战的大将军,身骑白马,班师回朝,特别地像个人。 我一时情难自今,想起儿时的梦,觉得不得此车,此人,枉费一生。 叔叔,是我没控制好自己的心,您要怪就怪我吧。 新年,第一次面见公婆,我清楚地看见他们一家,每个人的脑袋上都均匀地弹出了大大的问号。 公公估计被我雷得外焦里嫩,你就是小林吧? 好,好,屋里来吧,我进屋时还听见他们在身后嘀咕,这女娃娃咋,感觉有点紫镖呢? 我柔弱一笑,你若不忍,那我二十八一只小辣椒,镖得还在后头呢? 到了屋里,婆家人一人一屁股,结结实实把沙发坐满了。 我只好委屈地从旁边拖了把椅子,没望顺手给自己加个软垫,就那么正正地坐在沙发对面。 椅子比沙发高一截。 我坐在高高的椅子上,和婆家人大眼瞪小眼,准备听他们讲那过去的故事。 活像一只火猎鸟走进鸭子群,更像我均审问一群打入内部的特务。 公公再一次率先开口,小林啊,一路过来辛苦吧,嘿,可算说了句中听的。 头我以木瓜,抱之以穷摇。 我带着笑,乐呵呵地说,这不是来给叔叔阿姨拜年吗?我们这些做晚辈的,应该的。 叔叔,后备箱里都是我们置办的年货。 特别是那盒燕窝,阿姨,嫂子和妹妹都能吃,对女人好。 听听,这话说得多漂亮。 我要是他,都恨不得立马和新儿媳结拜成异姓兄弟。 毕竟,我想登了他儿子的心情,已经呼之欲出了。 公共文言,果然露出一丝喜色。 小林啊,你有心了,紧接着,还买燕窝呀,那你一个月下来能拿多少钱? 我,叔,您这燕国地图也太短了吧。 这踏马就是匕首上盖了截卫生纸啊。 转头一看,王有志正被他妈伺候着,一口一个葡萄,活脱脱现代版咒王打击。 爸,你儿媳妇可是在大企业工作,薪资待遇杠杠的。 他还是宣传委员,什么唱歌跳舞,吹拉弹唱,要啥会啥,好吗? 给我写产品,说明书呢。 我再不舞渣两下,他就不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我故作娇羞样,人家哪有你说得这么厉害呀,在叔叔阿姨面前,静简好听地说,旋即。 我使出了眼神公事,用诗碌碌的崇拜,目光看着男友。 有志可比我厉害多了。 不仅工资比我高,领导还气重他,经常给他工资奖金什么的,和他同期进来的同事们都不如他,大家都在背地里议论,才有志是不是大经理的私生子呢? 公共乐了,丝毫察觉不到这话说出来,一顶胶艳欲滴碧绿动人的大绿帽缓缓缓扣在了他头上。 有志,你真这么厉害呀,可不吗?我使尽点头。 有志一直跟我说,能力越大则人越大。 咱家供出一个大学生不容易,现在出息了,更应该好好帮衬着家里。 毕竟,钱不钱都是次要的,咱们一家人,就应该不分彼此,共同进退,一家钱百家用吗? 我壮若无意地扫过大哥大嫂一家。 叔叔,我说得对吗?公共被唬得一愣一愣,满脸赞许,想不到啊,小林年纪轻轻,还这么有个当家样子。 有志没找错人啊,网有志甘笑地打着哈哈,让他也没脸说出工资不如我这马事。 不是把伞,还在这儿硬撑,这么充分地借钱理由,以后不怕他大哥大嫂没钱花了。 我乘胜追击,笑眯眯地看着小外甥,是一男友,有志,快,给咱外甥包个大红包啊,叔叔阿姨,让你们见笑了。 我一个小女人家,对金钱没概念,工资都交给有志替我管。 毕竟,他是当家做主的男人嘛,你不是要面子吗?给你,都给你。 不过,欲练此工,必先自工。 面子和银子,你就好好地二选一吧。 王有志苦哈哈地掏出一打钱,递给欢呼雀跃的小外甥。 爱现实吧,傻妈儿一个。 这场景,给一旁的小姑看得两眼放光。 这么出息啊,哥,也给我包一个呗,你得了啊你,多大岁数的人了,还学小孩那套呢,王有志白了他一眼。 我赶紧接话,有志,这你就不懂了吧,咱妹这个年纪正是用钱的时候,什么衣服呀,护肤品呀,哪样不是要花费的呀? 这钱我出了,快,赶紧给咱妹包一个,王有志子这一张脸,憋了八驱地给小姑一叠钱。 干啥,搞得和欠你家八百万似的,信不信你妹还要谢我呢? 小姑,呀,谢谢嫂子,给,乖。 经此一意,婆家人都对我和颜悦色。 公公觉得我实大体,不小气,大哥家和小姑收了钱,自然更没话说。 对我的称呼,也从小林升级成了老二家的,只苦了王有志,那点年终奖,基本都搭出去了。 我淡定地薅着桌上的葡萄吃,想着这下可算是消停了。 怎奈事事难料,才清静一会,阵阵妖风再次袭来。 这次轮到婆婆演出了,她把茶几中间的果盘猛地一拉,拽到网友之面前,说,儿子,快吃,这葡萄咱自家种的,又大又水灵,填着那,说完,刻意地瞟了我一眼,眼里都是心疼。 为了矜持,我一颗葡萄分十八口咬,在她眼里,每一口都咬在她为数不多的羊兽上。 开玩笑,我要是不显得自己有事干,你们又要和我说话咋办?你们又说不过我,何苦来哉? 王有志都看不下去了,把果盘推回茶几中间。 妈,几颗葡萄而已,不够,儿子多给您买几斤。 婆婆说,可不是买得到的,这是咱家后院摘的礼,我,摘得很好,下次多摘点。 到底是顾及儿子,婆婆没有再碰过盘,可是嘴里还是哼哼唧唧。 这串葡萄我上午摘的,一共五十八颗,你爸吃了九颗,你妹吃了两颗,虎蛋吃了五颗,你大哥大嫂没碰。 她才来半个钟,一个人就吃了六颗,要是每个人都这么吃,一个年咱家得造进去多少水果呀。 哪有这么馋的,我的妈呀,欧几里得吃葡萄了。 我淡定地把面前的六颗葡萄皮拢起来,聚成可怜的一小坨。 阿姨,此言诧异,婆家人的目光都聚集在我身上。 我指了指跟前的葡萄皮,又指了指往友志面前的桌子,调皮地说。 我和友志一起回来,我们俩都吃了葡萄,可是,我虽然馋,吃葡萄还知道土皮呢。 怎么友志不馋,吃葡萄连皮都不吐啊? 我指着往友志手边干净的桌面。 这家伙一直享受着他妈的伺候,面前能不四大皆空吗? 怎么平时对我那么体贴照顾的一个人,一见了父母,就和中了鞋一样,手脚断了筋,嘴里也不憋好屁了呢? 我表面上装作玩笑,心里却在暗自思考这段关系是否能继续。 不过,反正我这性格,也很难让自己吃亏。 我决定在静观其便一阵。 正当婆婆哑口无言的时候,小侄子的声音打破了寂静。 她挥着胖嘟嘟的手,嗷嗷叫着,看动画片。 奶奶,我想看动画片,网友致她割文言,想过去开电视。 被婆婆阻止了,可能是刚刚吃了瘪,想找不回来。 婆婆笑咪咪地把小侄子抱过来,慈爱地说,虎蛋,电视有什么好看的,当心把小眼睛看坏了,你婶子今天来了,她会好多才艺呢,让她给你唱个歌,跳个舞,比动画片还好看呢,虎蛋懵懵懂懂,真的比动画片好看吗? 婆婆,那当然,虎蛋兴奋起来,拍起手,婶婶表演,婶婶表演,网友致尴尬地说,妈,别闹,娇娇第一次来。 哪有让表演节目的,又不是几岁小孩。 婆婆说,都是一家人,那么见外干嘛? 再说了,那是我要看吗?那是虎蛋要看,接着他看向我,老二家的,咱就这么屋里几个,没啥不好意思的。 你就当哄孩子了吗? 我和他视线对上,他一脸胆敢反抗我天鹏元帅的表情。 我能怎么办呢?我只是月球上一个无力且貌美的舞女领班。 我眨眨眼睛,高高兴兴地站起来。 好呀好呀,我最喜欢哄小孩子了,我笑容满面地戳了戳虎蛋白白嫩嫩的小脸,说,婶婶会一个超级厉害的才艺哦,只要用两根小木锤,就可以在乐器上敲出很厉害的声音,又好听又气派。 虎蛋,你想不想去天上玩呀?天上有云朵,有太阳和月亮。 原来科学家伯伯把卫星送到天上的时候,就有人演奏这个乐器呢? 只要听了姐姐演奏,咱们虎蛋也能飞到天上玩呢? 小侄子被说得一愣一愣,这么厉害。 我,当然,只要奶奶这里有乐器,婶婶马上就可以给你弹哦。 婆婆皱着眉头,你说,啥乐器,边中,所有人。 边,什么中,除了满头黑线的王有志,其他人都没听说过这东西,一脸呆滞地坐在原地。 小侄子嗷嗷扭动身体。 我要边中,我要边中,爱,没办法。 你奶奶要是早生个几千年,现在她的墓里可能会有。 王有志开始祸悉泥了。 哎呀,娇娇,咱不整条件那么高得行不行,你就利用现有的来一段,轰轰虎蛋,地狱无门你偏来是吧。 我羞涩地答应了,好吗? 有志,我都听你的,谁让你是我男人呢? 然后,我吹起了口哨版的My boyfriend is gay。 哨声婉转悠扬,节奏轻快,绕梁三尺,饱含着我深深的祝福与祈祷。 我祈祷,我的男友王有志,不会变成王有志疮。 也许是我的哨声太美妙,祈祷太动人,小侄子的脸从白到红,再从红到青,再从青到白。 然后,在众人的尖叫声中,她尿了我婆婆一裤裆。 很遗憾的是,这是我婆婆最后一条干净棉裤。 之后的半天里,她只好在腿上一层一层套厚线裤,足足套了三层。 膝盖都不会打弯了呢,一转眼,时间就要临近饭点。 婆婆颠巴着腿,起身往厨房去,被抱着孩子的嫂子拦下。 哎,妈,您别忙了,午饭我和妹儿做就行,嫂子说。 婆婆摁下她,没事,你把虎蛋看好,我俩人够了,婆婆对嫂子说话态度挺好, 有伤有量的,到底是给她老王家生了个皇孙? 地位确实高些。 俩人一顿扯吧,其间,家里没一个男人说一句话, 好像吃饭这马事和他们没一点关系。 只听说过,有口无肛门,没想到这家男人是有肛门无口。 结果我可算是来着了。 我津津有味地看着这场景,没想到忽然被人拉了一下。 嫂子挽起我的手, 妹儿啊,走吧, 我,这里面怎么还有我的事儿,还以为她口里的闷儿是小姑, 没想到,这家人还有让第一次上门的儿媳做饭的传统。 我斜了一眼沙发,除了网友致心虚地闭开了眼, 其他人都觉得这事儿理所当然。 婆婆甚至还催我,老二家的,怎么还傻站着呀, 这再不生火来不及了, 小姑正被手机短视频逗得咯咯笑, 戏谑地插嘴,是不是连灶都不会用啊? 哥,你找的好嫂子,绣花枕头一包草,行吧。 我跟着嫂子进了厨房, 看着她跪在地上,呼吱呼吱地给大造生火, 我心里头一阵悲凉。 看来,就算生了孩子, 儿媳在这个家里的地位, 也顶多是花析人之余贾宝玉, 妥妥一个通房大丫鬟。 我深吸一口气,抓住嫂子的手。 嫂子,你听见没, 刚阿姨和咱妹咋说的我? 我今天第一天来婆婆家, 要是给她们留下不能干的印象, 以后可咋办呢? 我压低声音, 做渲染玉气状。 嫂子,我求你个事, 今天这顿饭就让我一个人做吧。 我太想伺候叔叔阿姨了, 万一他们看不上我, 让友志和我分手, 那我可怎么办呢? 嫂子,我不想被男人嫌弃呀, 或许是我的演技触动了她, 或许是没见过我这么傻的女的。 嫂子被我说服, 迟疑地拍拍我, 好, 妈儿, 你好好做呀。 真的不要嫂子帮你, 我连忙摇头, 真的不用。 嫂子, 开玩笑, 让你一帮, 饭做出来了咋办? 等嫂子出门, 我插着腰, 环顾了一圈厨房, 精准地找到了角落一桶金龙鱼油。 我吃力地把油桶提起来, 一路磕磕绊绊, 地上撒了点, 灶台上撒了点, 锅盐上撒了点, 然后从灶底下抽出一簇引燃的甘草。 大手一挥, 火星子撒得那叫一个均匀。 五分钟之后, 我离开厨房, 奔向客厅。 面对着一屋子的人, 我动情地喊, 咱们快跑吧, 这要炸了, 率先反应过来的网友致大叫一声, 朝厨房跑去。 结果, 一脚踩在地上的火焰阵中, 嗷嗷叫着, 鞋底上的胶都被火烧化了。 随后赶来的众人 慌里慌张地救火, 一盆水泼下去, 淋到锅里的热油, 劈里啪啦, 又是一阵兵荒马乱。 我趁机溜了出去, 在村口熟食店打包了点菜, 烧带缴买了一只烧鸡, 撕把撕把吃完了。 哎, 这一天天的可把我辛苦坏了。 做完手指上的油花花, 我患上一副悲痛得好像丈夫刚死的神情, 回到公婆家。 娇娇, 你跑哪儿去了? 网友致大喊。 她的脸上的眉灰黑一道白一道, 看起来好不狼狈。 我瞅准了她, 柔弱地往她身上一道, 挺着装着一只烧鸡, 一瓶分打的肚子, 摆出了一副天鹅之死的样子。 面对闻讯赶来的公婆, 我悲痛哭喊, 叔叔, 阿姨, 我不笑啊, 唱大戏的一样, 笑自拐了好几个弯, 把眼前几个人都弯进去了。 我白着一张小脸, 一边用手擦着眼泪, 妹妹说得对, 我确实不会用大噪。 但是人争一口气, 树争一张皮, 新媳妇哪儿有说不会的。 自从跟了友致, 我一直把自己当半个寡妇, 看到什么都想去学。 我第一天来这个家, 就想好好伺候叔叔阿姨, 给你们做顿好吃的, 哪儿想到弄巧成桌, 不仅饭没做好, 还失手酿成大错, 呜呜, 有志, 我怎么有脸见人呢? 我不想活了都, 哭得那叫一个婉转悠扬, 生情定貌, 小子儿都不带重样的。 刚刚特地没顺手关大门, 已经有不少街坊四邻悄悄驻足, 想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情况。 婆婆面子上挂不住, 出言劝, 哎, 你说你不会用灶怎么也不说, 我。 我不笑啊, 外面已经开始议论, 老王家这是死了谁呀, 公公赶紧给王友致使眼色, 哎, 友致, 你快把小林扶起来, 一点小火而已, 人没事就行。 我哭哭啼啼地被网友制服着, 脚下不稳, 频频踩到她的脚, 使她那双布料已经不富裕的鞋子更加雪上加霜。 坐到沙发上, 我才啜气着, 对公婆说,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我刚刚出去给咱买了点吃的, 然后从塑料袋里掏出一盒凉拌海带丝, 一份凉拌豆腐丝, 一份酱黄瓜, 一份腌萝卜, 一份三色榨菜, 一份老醋木耳, 摆满了一桌, 华丽又冰老。 哎呀, 我惊讶地捂着嘴巴, 瞧我这脑子, 怎么光买素菜了, 叔叔阿姨, 你们等着, 我马上给你们煎俩鸡蛋去, 我站起来就往厨房走。 婆婆一把把我按下, 干笑着说, 没事, 没事, 老二家的, 我来就行, 公公也死命给我加菜, 吃啊, 小林, 这菜挺好, 多吃点, 我渲染玉气, 都做了这么大的措施, 我怎么能有胃口呢? 叔叔吃就好, 说吧, 满脸惆怅着走向院子, 准备思考这一肚子烧鸡怎么消化的洞。 我把自己和王有之的关系想了又想, 我认识他的这三年里, 他对我确实无可挑剔。 温柔, 体贴, 工作上进, 记得我爱吃的口味, 直到经期的时候替我灌热水平。 否则, 我也不会和他走到谈婚论嫁的这一步, 可他今天的表现却令我感到, 他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陌生人, 不顾及我感受的爱面子, 对父母过分行为的默许都令我不适, 特别是他的家庭中对于女性这一角色默认的仆义化, 更是让我觉得, 我无法再放心地把自己托付给这样的人。 一个默许这样行为的人, 我又怎么有办法期待和能他组成一个健全的家庭? 为什么一踏上这片土地, 他就像变了一个人? 究竟是之前就在伪装, 还是被大环境所影响, 认为不这样做, 就会成为异类? 不管是哪种, 都不是我光靠思索能够确定的。 我需要和他好好谈谈。 我去找网友志, 可他早已被公共带着, 去别人家走亲访友。 车钥匙还揣在他裤兜里, 这下我想逃走都不行, 偏偏婆婆又来找上我。 老二家的, 坐累了吧, 起来活动活动, 我, 确实坐得有点累了, 要不您劳驾寻个地儿, 让我躺会儿。 婆婆把一个篮子在我手里, 说, 女人家太懒了不好, 没得遭人嫌弃, 家里这么多活, 我一把老身子骨也干不过来, 你去鸡窝里把带拾了吧, 嫂子默默朝我这边看了一眼。 有同情, 却也没出言阻止, 她当年大概也是这么过来的。 倒是小姑, 已经完全把红包的事儿忘了, 一边磕瓜子, 一边上上下下打量我。 我说妈呀, 人家城里来的女人, 怎么可能看得上咱家的土鸡窝? 别说食鸡蛋了, 她怕是连活鸡都没见过吧, 她拍拍手上的瓜子皮, 嘲笑, 做个饭都能把锅点了, 也不知道我哥看上你啥了。 一个女人什么都不会干, 还想嫁到我家来。 真以为我哥会娶你回家把你供起来当太太呀, 他和婆婆你一言我一语说了起来, 我提着篮子, 静静观赏泪人群星闪耀之时, 等他俩说够了, 才嬉戏笑着开口, 一脸合颜月色。 阿姨, 敲你马, 哦不是, 瞧你们说的, 我怎么可能不想干活呢? 人家最喜欢小动物了, 简直爱不释手, 顿顿都得有。 我气势恢弘地握拳, 仿佛对接下来的事情无比自信, 放心吧, 阿姨, 虽然我没捡过鸡蛋, 但我看过鸡跑, 一定不是问题。 我肯定会成功的, 阿姨, 你等着吧, 我一定让你吃上鸡缸拉的, 热乎地, 说完, 跨着篮子朝鸡窝走了, 顺手抄走桌上的打火鸡, 以雷霆击碎黑暗, 以烈火焚烧一切。 怎么能说我爱烧东西呢? 我祝容只是心怀感恩, 想带给每样东西光明罢了。 十五分钟之后, 婆婆几人赶来现场, 只看到一个梨花待雨的我, 和一地的烧鸡。 我西行着挪到婆婆面前, 看着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实际上生如红中, 堪比全村广播。 阿姨, 都是我的错。 您一说, 让我捡鸡蛋, 我光想着讨你欢心, 忘了我自己连活鸡都没见过。 呜呜, 我看那个洞洞里太黑, 害怕找不到鸡蛋, 就想着拿打火鸡照明一下, 谁想到, 呜呜, 鸡呀, 我对不起你。 阿姨呀, 我对不起你。 鸡呀, 阿姨呀。 我不笑啊, 村民们纷纷在外面议论, 这老王家怎么回事, 一天死好几个人。 婆婆的脸色唱京剧一样, 红了蓝蓝了, 绿绿了, 紫紫了, 清清了白。 最后一跺脚, 长叹一声, 爱起来吧, 我擦着眼泪, 乌乌叶叶地拾着地上的烧鸡。 没关系, 阿姨, 我还能补救, 我现在就下厨, 把他们双面刷酱烤得金黄焦亮, 做成一道果木箱烤鸡。 婆婆, 你歇着吧, 我, 啊, 那好吧, 左等右等, 王有志一直到晚上还没回来, 短信不回, 电话不接, 他会不会在山上被野狼吃了呀? 我把我害怕成为寡妇的担忧告诉给婆婆, 她只无力地表示, 哪个书败家办席, 家里男丁都去吃了, 行吧, 我问了路, 就告别老青少几代通房大丫鬟, 溜溜答答去了书败家, 一进门, 浑浊的酒味, 菜味, 汉味, 公愁交错, 以屋子喧闹, 扫了一圈, 没一个不长几把的, 王有志远远看见了我, 惊喜地跑来, 娇娇, 你怎么来了, 他满身酒味, 喝得面红耳赤, 亲热地挽住我, 有几个陌生男人打趣地看着我, 诶, 有志啊, 这是你婆娘, 长这么好看, 不介绍一下, 就是就是, 藏着掖着干嘛, 和咱几个这么见外, 我不动声色地推开王有志的手, 说, 我有话和你说, 王有志转而把我搂得更紧, 力量之大, 我挣脱不出, 有什么话不能回家说, 他半事又哄地说, 你看, 咱爸还在那边呢, 过去打个招呼, 我陪你走, 我被迫和他一起, 走向人群更里面, 公共正和几个乡亲高谈阔论, 见我过来, 搭着舌头介绍, 小林, 我家有志找下的, 高学历, 高工资, 听话, 懂事, 直到顺着男人, 周围相亲打量着我, 纷纷夸赞, 有志真出息啊, 找了个这么好的媳妇, 再给你生个大胖孙子, 老王, 你就享福了, 公共被一口一个大胖孙子说得淘淘然, 显败之情抵达高谈, 他把酒杯在我手里, 说, 老二家的, 快, 给你叔叔伯伯助个酒, 以后生了儿子, 咱就是一家人了, 一片启哄声中, 我前所未有的冷静, 我看向网友志, 三年的感情, 这是我给他的最后一次机会, 九哈尔热的他, 避开了我的视线, 低声恳求着, 胁迫着, 娇娇, 你就喝一口, 说两句, 不是什么困难要求, 以后, 咱们都是一家人, 我收回视线, 接过酒杯, 迎迎抬手, 温柔地冲着一屋子陌生人说, 我祝大家, 一帆风顺, 两全其美, 三星高照, 四季平安, 五股风灯, 六六大顺, 其开得胜, 八面玲珑, 我看着网友志, 甜美地笑着, 说出最后一句, 九, 酒, 归, 稀, 回想着今天发生的种种恶心事, 我酝酿情绪, 深吸一口周围令人作呕的汗臭, 猛地仰头, 把酒含进嘴里, 旋即, 哇啦哇啦, 混合着唾液与胃酸, 全土在男友的身上, 干呕了好几下后, 我在一众人惊愕的目光中, 肃白着一张脸, 柔弱地表示, 对不起, 各位叔叔伯伯, 我忘了我今天什么都没有吃, 刚刚空腹一喝酒, 突然泛起恶心, 扫了大家的兴致, 乡亲们面面相去, 议论纷纷, 什么情况, 老王家连饭都不给吃, 欣喜腹啊, 嘖嘖, 下马威是吧, 哎, 再怎么说也不能, 王有志被这么一吐, 身上气味缤纷, 酒醒了一大半, 连忙抓着我, 娇娇, 咱回屋去吧, 你看外头, 这天也不早了, 公公赶紧附和, 回吧, 时候不早了, 我柔弱一笑, 离开, 深藏公语名, 回到家, 进了卧房, 王有志手忙脚乱地 解着身上被土脏的衣服, 我也不多废话, 干脆地伸手, 钥匙, 网友之奇怪地问, 什么钥匙, 车钥匙, 我从他的外套兜里翻出来, 揣在身上, 宝贝, 妈妈错了, 妈妈再也不把你随便交给别人了, 你今天的行为我无法接受, 我觉得我们不合适, 不想再在这儿待下去了, 我要回家, 网友致见我神情严肃, 意识到我没再开玩笑, 赶紧过来拉我, 不是, 怎么了, 娇娇, 咱们不是一开始就说好了吗, 难得回一次家, 你就好好表现表现, 给我点面子, 我呵呵一笑, 面子是我给的, 脸是你自己正下的, 你自己连脸都不要了, 我又从哪儿给你找补面子, 你今天的一举一动, 包括你家里人的行为处事, 已经让我觉得, 你们家不把女人当回事这品性, 已经刻进骨子里了, 我是个女人, 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嫁到这样的家庭, 我承认, 过去三年你对我很好, 和你在一起的时光很快乐, 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没有马上离开, 而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给你机会的原因, 可是, 你错过了每一个机会, 每一次你的选择, 都让我感到失望, 让我无法相信自己, 可以把后半生托付给你了, 我不认为我可以继续和你在一起, 王有志还想解释, 娇娇, 我没有不尊重你, 你知道, 村里都是这样, 我不过是, 不过是什么, 我反问他, 不过是因为大家都这样, 你不想显得不合群, 还是你觉得既然已经如此, 那么再反抗也没用, 王有志, 你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你应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从来如此, 便对吗, 你吃着你妈包的葡萄, 坐在沙发上, 看你嫂子你妹忙来忙去的拖地扫地, 在只有男人的酒局上喝得不知天南地北, 你觉得你没有不尊重女性, 是啊, 你学历这么高, 又怎么会把瞧不起女人这几个字贴在脸上, 写在简介里, 可是你的每一个行为, 每一个举动都暴露了, 你根本和他们是一秋之河,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本来可以做得更好的, 但你没有, 你就是选择了成为这群人的帮凶, 对于和你谈情说爱的我, 尚且如此, 更何况是对于其他女性呢, 你让我怎么能相信, 我可以和你有一个正常健全的家庭, 如果以后有了孩子, 是女孩,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不会像剥削我一样剥削她, 是男孩,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不会像教导自己一样教导她, 王有志被这一串连珠炮的话语震猛了, 良久, 他才念诺着说, 再怎么说, 你今天不也没吃亏, 不是出过气了吗, 我冷冷一笑, 我凭我本事出的气, 和你老王家有什么关系, 少拿我的优秀给你脸上贴金, 我的语气激怒了王有志, 他愤怒地说, 林娇娇, 我们老王家怎么不好, 你就不害怕, 害怕什么, 我翻了个白眼, 怕没人请我吃六颗葡萄, 还是怕你爹把我从他52平方米的乡间别墅扫地 出门, 林娇娇, 网友智宝喝一声, 黑暗中, 他赤裸着身体, 攥紧拳头, 面孔前所未有的猙獰, 你都和我睡过不知道多少次了, 没了我, 你就是个破鞋, 一个不完整的脏女人, 谁还敢要你, 面具被狠狠撕碎, 恶毒的话语像蛇一样, 从他的嘴里吐出来, 过去三年, 种种温情, 在这一刻, 全都化为了恶心, 我慢慢走近他, 抬起头, 温柔地冲他一笑, 网友智惊恐地瞪大眼, 我的手正抓在他牛子上, 这是你的灵魂吗, 我颠了颠手里的东西, 柔弱地问他, 网友智结巴了, 不, 不是啊, 以雷霆击碎黑暗, 我用尽毕生力气, 狠狠一扭, 看着他惨叫着, 在我眼前倒下, 那当然也不是我的呀, 傻逼, 我连夜开车回到了家, 睡了饱饱的一觉之后, 我拉黑了网友智的所有联系方式, 顺便打包了家里他的东西, 十多十多, 送给楼下收费品的大爷, 做完这一切, 我拆开一包方便面, 用切小块的西红柿和蒜泥翻炒, 加入底料, 打一个荷包蛋, 再放进午餐肉和几根青菜, 一红块绿地端上桌, 我撒了几粒黑胡椒, 用筷子把半生的鸡蛋戳破, 挑一筷子吸足汤汁面条, 享受着蛋液与汤底混合的滋味, 没有什么事是必要的, 能独自煮出这样好吃的面滴我, 当然也能独自过好以后的人生, 我并不担心我自己, 只是我想到了妈妈, 我那守着一盆银杏, 无比期盼女儿能够成家, 收获幸福的妈妈, 想到她, 我不由得鼻子酸酸的, 我给妈妈打去了电话, 讲完了与前男友一家发生的事, 变化那头陷入了长久的寂静, 对不起, 妈妈, 我紧紧闭上眼睛, 娇娇啊, 终于, 妈妈开口, 你爸走了二十几年, 咱家的这盆银杏, 还好好长着, 在这里陪着妈妈, 你知道为什么吗? 妈, 我说, 我都明白的, 我爸走得早, 你一个人养我不容易, 一直希望我成家, 找一个值得托付的人依靠, 幸福地过完后半生, 可是妈, 这个世界上, 不是所有的人, 不, 妈妈打断我, 你什么都没明白, 你爸走了之后, 这盆银杏之所以长这么好, 是因为我天天守着他, 定时浇水, 施肥, 精心地料理, 才让他到现在还没有枯萎, 妈妈语重心长地说, 娇娇啊, 咱娘俩就像这银杏一样, 听筒里传来咔嚓一声, 使妈妈用剪刀将枯叶剪下, 没有男人, 他也能活呀。 您说话QUER 我没想过原作章的被泽沈 仿岐 您 nosso